今年3月大猫熊远猿人工受孕 远猿的孕童指数持续在高档 有怀孕的征兆 不过云方今天表示 大猫熊远猿怀孕的征兆 在星期一已经逐渐消失了 确认远猿没有怀孕 宜亚要当姐姐还得再等等 活动量也开始变低 分辨中里面的远猿也开始有的变化 开始上升的一个变化 那这些都是一个怀孕 或者是一个未怀孕也会有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经过我们这段时间 经过100多天的一个观察 那我们在7月13号就发现 这些表现慢慢的恢复 活动量也增加 摄氏量也恢复 那分辨中的运猿也会被他正常的一个值 所以我们经过判断之后 就确定他今年应该是已经确定没有怀孕 云方确认远猿今年没怀孕 食欲以及精神状况逐渐恢复 很快就会到展示场上和大家见面了